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 就是有点3C成瘾吗 或者是社群阶段的一个状况 像是我自己在前一阵子 我就觉得 我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在滑手机 在当中一直看着别人不同的人生 看着别人光鲜亮丽 然后跟其他人聊天 然后开杠等等的 然后就发现 好像自己关注了别人的生活 太多太多 但是好像关注自己 或者是让自己生活 更加充实的面向就很少了 那在看到那种光鲜亮丽的 别人的生活之下 是不是我们要想办法也 好好地关注我们自己 原本真实的人生 如何让我们这个3C成瘾 或者是社群平台的使用 可以更加的有智慧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太阳升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主持人你好 以及主持人朋友们 大家好 像是手机当中就有一个功能嘛 你可以看到了你手机当中 每一个程式 应用程式使用的时间 那我自己发现 我不管是在脸书啊 或者是在Instagram上面 真的花的时间很多 一直不断地浏览别人的生活 然后看别人吃了什么 玩了什么 然后呢 就会回来跟自己做比较 但是有的时候 好像呢 越看越觉得 自己好像一无是处 然后就觉得越看越灰心 我前一阵子 真的好像花了太多时间 在这个社群上面 最近呢 想要练习这种社群阶段 就是呢 减少使用 或者是减少跟社群当中的 一个接触 让我自己可以 调整到了更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回归到我们现实 上面的一个生活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发现 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点痛苦 有的时候还是会很心仰 想要去碰触一下 这个社群 或者是要回到了原本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很痛苦 我们要如何是好的导师 哇 子蓉还有这个爱好 在网路上跟人家 追踪别人的最新的update 对啊 然后看看别人什么心情啊 照片啊 什么有的美的 一大堆的对吧 嗯 那我想这个 你想想看哦 一个人 就好像子蓉你自己 你一个人 一天24小时 你可以有很多的主题 都可以po上去 对不对 对啊 那你看哦 我们在社群网站 有这么多的成员 那他也都有着 无限的24小时 嗯 那一个人 这样的information 那这个社群网站 或者是哪个群组里面 如果是100人 500人 还是多少人 1000人 还是多少人的一个群组 那每个人他只要贴一分钟 他的那一天的精彩 那如果你很有兴趣的话 他的一分钟 你可能就要看一阵子 然后可能就要 写一下什么 跟他的互动 或怎么样的 嗯 一天我们自己的24小时 是多少分钟 可能不够用了 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面对 那么多的人的人生 对不对 嗯 那这个后面 我们要去想了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 因为他的精彩来 鼓励我们 我们的人生 要更加精彩呢 还是 怎么样的讯息 来警惕我们 怎么样的生活 的设定呢 他总是有个理由 或者是 你是好奇 还是说 想多看看别人 多滋味的这个人生 所以去多了解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在 这个3系的产品里面呢 嗯 一到了Internet以后呢 这个好像 他有无限的主题 你稍微进去到一个 什么地方的时候 就进去 就好像被他淹没了 对呀 如果没有自制的一个 力量的话 很容易就出不来了 就会很尽情的 在那边享受着 那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 哎呀 这时间怎么已经 晚上12点 1点 然后你还没睡觉 真的 在这里面努力着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一旦把这种 怎么说呢 时间 全部在一个台面上 全部列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 没有办法造价的 但是我们自己的时间 它确实在 一分钟一分钟 往前迈进 而我们的一分钟 一分钟也是蛮宝贵 但是有时候就要用 可能其他的睡眠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 一些主题去换 你去那边游览的 一些经历 所以就要去 打打算盘 这样值不值得 以及我们到底究竟 在里面得到了 什么样的好处 以及进步 我想这是蛮重要的 嗯 真的 就像导师所说的 我就是那一个 就是别人的生活 看一分钟 然后每一个人的生活 都看一分钟 然后就花了大把的时间 尤其是我觉得 哎 现在的社群 越来越发达 那最近呢 其实不管是脸书啊 或者是Instagram 都在推出那个短影音 那那个短影音 大概倒是60秒 到一分半钟左右 那就觉得短短的 然后就会这样子 一则一则一则 不断的 就是自动的往下滑 然后你想说 短短的应该也还好 但是真的 就像导师所说的 好像常常看着看着 一回头 哇 就发现过了 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没想到人生 就是这样子浪费掉了 有的时候回头过来看 自己都会吓到耶 子龙刚才有说 是个短影音啊 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 对吧 其实现在很容易 就接触一分钟一分钟 短影音 其实我也有进去看 但是我进去看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进去看的心态是 也许那个短影音 是它炒作来的 是假的 是演出来的 对不对 或者是呢 这个短影音 它的确是从 它怎么样一个 真实的写照 然后把它萃取出来 现在是 如果我有时间 我进去了解的时候 我是进去了解人生 有些人 他可能 他是用一些题材来演 但是他也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一些人际 各方面的一种主题 那也许吧 他在里面演的 可能是比较夸张 但是毕竟有这个方向 你可以知道说 现在的人间 在这个议题上 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正在运转着 那对于我们来讲 可能是 就等于说是一个 增广见闻吧 但是真的会发现呢 现在哪怕是 五六十秒的 这样子一个短影集 你一个一个一个 很快就一个小时了 对呀 那这里面加上去的 我们收到的讯息 变成我们的 一个经验吧 到底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帮助什么 我想这个就是要来盘点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 经历啊 从这些短影音 就光一个短影音 我还没有说别人的 他们po的什么样的 一些心情或什么样的 光是一个短影音 你就可以来盘点出 我们在这么多时间 花下去之后 我们的进步 它是不是跟我们 花的时间成正比 还是有些短影音 它也有把一些 负面的东西放在里面 我们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或者是被拉到一个负面情绪与否 所以我有在想啊 我经常说啊 当下的情况 就是现实的这个最近的一个成绩单 所以你当下 就没有因为这些短影音 还是在这个社群里面的进展 而帮助了我们生活的提升 还是就像刚才子龙说的 因为跑了太多地方 让自己可能睡眠时间也耗掉了 可能心情也被影响了 那到底我们是加分减分呢 这个时候就要自己一个 很客观的一个心态呢 去评比 来告诉自己 加分是加多少 扣分是扣多少 加于减之间 这最后面的final成绩是多少 然后给自己一个结论 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智慧的 来控管自己各方面的一个 不管是情绪啊 或者是一个求知欲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 主题上的一种 想要发挥的程度 来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一个定案 来follow自己的一个结论 来做可能性的一个进展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 蛮有趣的议题 那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 结论的时候 看自己又是如何可以follow 自己的想法的结论 来做真实生活上的一个进展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训练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 在最真实的这种模式里面 在看着最真实 自己的人生以及成绩 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议题 感觉呢 就是在这个虚拟的状况之下 如何回归到了人生当中 是真的可以有帮助的 其实就跟我们 在很多网络海当中 捞到了很多资讯一样 就是这个资讯 到底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对你有帮助的 尽管呢 花了一点时间来浏览 去搜索 但是如果你看的东西 是真的对你有帮助 那也倒还好 但是如果像我一样 就是漫无目的的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看着浪费时间 然后好像生活当中 也没有什么收获 这样子反而会影响心情 反而会影响到自己 其他的一个 学习成长的时间 那也就不好了 所以如果 在我们这个浏览 这个社群的一个状况之下 对你是好的的话 那倒也不妨 但是如果是不好的话 其实真的就要好好的 回归到了我们的现实层面 如何脱离虚拟 真的回归到了日常 然后把这些的 我们在网络上面 学到的东西 也放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 但是如果 就觉得说 自己好像的吸收 都是不好的 但是好像又是没有办法 就是停止 这样子一个状况 我们要如何去调整 我们自己的人生和心态 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路上 是变好的那倒是 所以始终讲到重点 如何才可以 是不是 这个如何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结果论 就是说你这么样的 花了时间精力 精神 各方面的配合 后面的所谓的结果论 这是重点 这个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 真实在人生中看到 进账还是 这个是加还是减 来看自己的成绩 所以你说再多的大道理 再怎么样的时间花下去 最后结果是好还是坏 这才是一个铁的成绩单 来告知自己 要继续呢 还是要尽量的减少 那当然了 就像子龙在这个网络上 花了很多时间 看着别人的动态 还留言 那这个可能就是你的 在这个当下的一个兴趣 对不对 你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你才会愿意一直做 所以这个兴趣和实际 那有时候就要拔河了 你有这个兴趣 但是在实际的收获里面 并没有成正比的时候 那就在理性 感性 知性 还有人生的这种很多 你说习性 是不是都在里面 做一个互相拉扯战的时候 来看着自己在这样子的 可能的练习 说的好听是练习 说的难听点就是在拼搏 是不是 来看自己怎么样把他这些 埋到一个不好的情境中 把他拉出来 如果可以成功的处理过一件事情 那对于我们来讲就好像打预防针了 就比较有这样子的一种抵抗力 那也许吧 这种抵抗力它是要一点一点的累进 才会让自己更有自聚的一种能力 那么自己的这个能力到底有多少 那我想这个就是在平时 大小之间的分野之中 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用心 看清楚我们究竟在哪一个区块 正在努力的拼搏中 我想这个是蛮重要 就是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要不然在这么样的一个 网络的时代里 有这么多诱人的东西 如果自己没有自制力 又不能够自我提升的练习 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危险的事情 真的我觉得自制力真的很重要 像是我明明知道自己花了太多时间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停不了 但是我最近就开始做练习了 然后用着一些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设定的通知关掉 那你只要不跳出来 好像就会减少一点你去点的欲望 所以我最近就开始做练习 就是也是自制力的一个控制了 但是刚才导师说的也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抵抗力 就像是你可能已经跨越了某一个关卡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可以用这样子方式来做处理 自己有了这些抵抗力之后 好像在后面的一个应对上面 或者是会更想清楚到底自己要的是什么 才不会跟我一样的 花了很多时间好像只是无尽的浏览 但是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帮助 其实在这个阶段社群 或者是阶段网络的一个症状上面 我想大家可能也都是跟我一样正在路上来做练习 但是其实除了网络之外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的事情其实就跟网络成瘾 或者是社群成瘾一样 很多的事情如果没办法好好的戒断 不管是在人际关系 或者是在一些负面的情绪上面 到底我们该如何去处理 如何好好的来断舍离我们的各种不同的情绪呢 我们先来听一个歌曲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来送上这一首的英文作品 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 I'm so touched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呢 待会儿回到了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声的导师持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咯 In lif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This time I am amazed Unconditional love will never fade away I am so touched Words don't portray Abondent love my heart illuminates Because of love I am on my way To the life I have always dreamed to create It is love I'm amazed It is love I am amazed In lif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n lif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This time I am amazed Unconditional love will never fade away I am so touched Words don't portray Words don't portray Abondent love my heart illuminates Because of love I am on my way To the life I have always dreamed to create It is love I am on my way It is love I am amazed I am so touched day by day I am so touched day by day By the world's miracles at play I am so touched day by day By the world's miracles at play Please come sing with me Please come sing with me today Please come sing with me today I am so touched day by day I am so touched day by day By the world's miracles at play Wonderful feelings I must convey Please come sing with me today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持续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题点 导师好 持绕你好 艺术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个阶段的单元当中 来跟大家谈到了社群 或者是网路阶段这件事情 因为成瘾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你知道花很多时间 然后找到了自己 喜欢的一个方式 就很容易成瘾 但是其实成瘾这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 其实有烟瘾啊 酒瘾 甚至有很多人也是赌博成瘾 其实在这个过程 我们要如何去做阶段 或者去做这样子一个 烟瘾控制的治疗 其实都会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在当中的一个过程 一定都是痛苦的 尤其像是很多戒烟的朋友 都会说 哇 刚开始不抽烟的时候 好像会身体 好像有虫在扰动啊 或者是全身都不舒服 在这个过程 一定是非常痛苦难受 但是如何熬过这一段 其实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这个抵抗力和自制力 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知道呢 这件事情是对你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愿意去这样子做 但是除了这种烟瘾啊 酒瘾 毒瘾之外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人际关系有很多这种毒瘤 不管是一段不好的情感关系 或者是跟一个不好的朋友 相处在一起 其实我们要如何去 戒断我们的人际关系 这个其实也是要更有智慧的耶 是 是 子蓉刚刚从前面开始说 这个在网路上啊 喜欢去浏览别人的最新动态 花些时间 好像也有成瘾的感觉了 对不对 然后人生中啊 是不是也有看到 某些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的一些 兴趣 可以说是兴趣 一直在这个流连忘返的 其实啊 刚刚提到说 喝酒也好 抽烟也好 或者怎么样习惯也好 我们去尽心的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议题上 那么喜欢的徘徊 流连忘返 一直沾一直沾一直沾 就好像 子蓉说在这个网路上 在看到别人的最新的update 然后在那边了解啊 然后要写一些互动啊 那子蓉我问你 你在写的当下 你有没有觉得一种很满足 舒服的感觉 嗯 我就是有的时候会很享受 跟别人聊天 和互相了解别人生活上面 对 那在了解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觉得 当他告诉你 有最新的update的时候 你心中有一种感觉 哎呀 你看我又接受到他最新的状态 嗯 有没有一种 一种很小的一种成就感吧 或者是一种满足感吧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也会有 嗯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种感觉的话 你就不会去做 对耶 所以你细细的去想 你细细的去想 也许你 刚刚被问到 你还没有很清楚 这里面究竟 他是什么样的面纱里面 嗯 但是你真的去回想 在每一个当下 你比如说 哎 我要去看看 谁的这个Facebook 嗯 嗯 那个时候你就有好奇 对不对 对啊 当你好奇 你看到他最新的update的时候 你会说 哦 好棒哦 我会知道他现在最近 去拿vacation啦 或怎么样 嗯 有种很舒服的感觉 你觉得 哎至少我了解他最近在干嘛了 对 这是一种很小 很维系的一种满足感 嗯 但这个满足感呢 他是会累进的 好 就好像 为什么抽烟的人 喝酒的人 他戒烟戒酒 他戒不掉 因为他在吸烟的当下 不敢 他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力量 去把它打破 所以 呃 纵然他用很多方法 他 最后要两者相抗衡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 在吸烟的这种满足感的现实 嗯 所以他怎么叶烟都没办法 所以重点是那个能量 那个能量 让他有那个满足感的 那个力量才是重点 要如何把它 呃 等于萃取出来 能够看中这里面 究竟怎么回事 才能够把很多事情来做 可能性的突破 其实这才是重点 嗯 对 这倒是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了 哇 为什么会是这样 像是刚才导师一问我 就想说 哎 对耶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其实我刚刚就是开始在深思 好像会有一点就是 因为勒 好像会比别人更多知道吗 或更了解别人 就觉得 哦自己好像有点虚荣吧 或者是满足 其实好像在任何的一个成瘾的一个世界当中都是 就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东西 透过了某一个方式来被满足 但这个满足的方法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或不是那么的健康 所以我们要做阶段其实就会更加的困难 所以真的就像导师所说的 真的认知还有认识自己 和你到底要了什么 然后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在很多的关系上面好像就会更难理清 那像是你知道喝酒抽烟 网路成瘾这个是不好的吗 你就会觉得很花时间啊 或者是很浪费生命 或者是对健康不好 这个是还蛮明显的一个坏处 但是回归到了人际的互动上面 其实有些就断不了的一个人事物的这些情感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点不断理还乱的感觉 会让大家会觉得更加的困扰 尤其是面对到了人际 你想到了你跟别人的种种 但是呢好像呢 这个关系又不是那么的好 其实也是需要断舍离的时候 但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下手 这个又该如何是好才好呢 导师 所以啊我们再继续想 刚刚的这个网路全瘾也好 喝酒也好 抽烟也好 什么习惯乐于其中也好 或者刚刚子聪讲到在人际关系里面也好 不管是好的坏的 在我们感受这其中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他们有一个共通之处 就是在某一种情境之下 是不是这样子 你在网路的这个去了解别人生活的时候 你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境 你会觉得很想要去做 或者是很想着这个里面的所谓的喜欢这种感觉 去做 去探索 那人际关系里面 哪怕是今天几个人同事也好 在上班的时候 东加长西加短 他可能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 但是他会被这种情境吸进去 他也一直在发表着他东加长西加短 然后去造了这个里面的一种情境 所产生的一个局面 而这个局面 他所产生后面衍生出来的问题 又会影响或者是伤害了我们 但是我们却在这个情境中 迷在里面 上那些没办法出来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你看我们在网路上 你看比如说我们打游戏好了 在当下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是那种快感 对 实际感 我们要那种可能一种荣誉感也好 或什么感也好 它是那种局面 他把你推进去 在这个局面里面 你愿意花上那么多时间精力 然后去换取你在当时想要得到的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喝酒也是一样 我们可能就是 哎呀今天小酌两杯 就在小酌的过程中 产生那个这个飘飘欲鲜的那个刹那间 然后又因为什么样的主题 他觉得就在那个刹那间 他一直沉溺在那里 就最后这个非常醉到一个不行 是不是 所以你就会看到 他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里面 他一直在现在里面 他没有办法出来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说 你看的这个短视频 每个都是五六十秒钟的 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你也知道哎呀早也还没洗 晚也还没洗 明天这个工作还没准备 但你就在这个刹那间钻进去了 为什么 就在那个情境中被拉进去 一刹那间 你说哎我怎么会刚刚看这个短视频 看了三个小时 还觉得是刚刚一下下而已 就因为被那个情境吸引着吸引着 没办法自拔 但是我们想清楚这件事哦 你也知道很多事情没做 但是又被这个情境一直拉进去 不能自拔 其实在那个刹那间 如果自己有自知之明 我们是在看短视频 看了正起劲的时候 我们告诉自己说 二话不说 就站起来 把这个劲先断掉 哎你可能这个劲突然断掉的时候 你就突然想清楚 哎呀好家在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哎 所以刚刚那个吸引力 把你吸过去的 你突然用着自己的自身的 一个想法力量 就这样子把它站起来 你就先远离着你那个 手机也好平板也好 哎你脑袋突然清楚 回到现实了 哎你再来看 哦还真的很多事情没做 就比较正常的去面对真实的生活 这就跟不管是喝酒也好 或者在这个人际关系中也好 你怎么样先把自己拉到现实 这才是重点 嗯 是不是 对耶 感觉就是你要先想想 你真的实际上面的一个生活 如何从这个虚拟 或者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世界当中 真的拉回到了一个现实 真的需要更多的一些运用方式 那当然呢 到底自己要些什么 或者是呢 人生到底我们什么东西 是我们自己所追寻的 其实真的要想清楚 但是呢 常常大家不得其门而入嘛 不过呢 其实导师哦 也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不管呢 是每天要来自我做一个解释 或者是我们真的要想清楚 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历程都不太简单 要如何好好的来面对自我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做练习 但是呢 其实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的系统 就是帮大家呢 算是回归到了原厂的设定吧 就是用的最单纯最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呢 了解自己来探索自己 让我们自己 内心知道了自己到底要些什么之后 好像就比较不会被这些外界的事情来做迷惑 不管是网络的世界啊 游戏的世界 或者是不好的一些人际的互动 其实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做一个整理 所以其实在这个超码的系统当中 其实来做学习就是更加认识自己 或者是了解自己的机会也倒是 是 所以啊 我们刚才讲啊 其实这里面呢 多多少少跟能量的运作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刚刚讲说正在打游戏 那知道上一次打游戏 觉得很多事情没办了 已经有惨痛的教训 那这一次 在这一刻我又迷在里面 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站起来不打了 对不对 然后真的面对人生 吸两口新鲜空气 然后又清醒了 所以这里面呢 它也是一个巧妙的一个课题 那至于我们怎么样调动能量呢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 不会被陷入其中 而且可以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来看自己每一秒钟滴答滴答过的人生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超级生命脑系统里面 经常在讲的 在这个正能量负能量之间 还有我经常在讲的 是不是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秒秒的GPS 来看很多应对进退中的对错加减的问题 如果用对的方法 你会很容易的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看紧了自己的人生 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 就有可能尤其现在这么多先进的产品 随时随时就把我们拉到一个漩涡里面去 所以这一进一出 犹如天壤之别 所以还没有来尝试超级生命脑系统的朋友 我很鼓励大家给自己一点机会 既然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 都因为超级生命脑的系统 把自己兴盛的盛进 那如果是可以如此 那为什么又要去浪费时间 被什么样的一个洪流 转到一个什么样的漩涡拔不出来 那是对人生的一个非常浩瀚的一种损失 所以在这边也提醒我们作为朋友 如果有机会 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 这样子的来试验 看看超级生命脑系统 在能量的运作上 各方面的主题的运转里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之前之后 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那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 也都因为接触到超级生命脑的系统 能够真正的看到真实进一步丰盛的人生 嗯 没错 自我做学习和探索 本来就是一个也蛮孤独的一个历程 但是呢 用对了方法 用对了方式 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快速来知道 我们到底什么是对自己好的 那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要的 那可能在我们这个断舍里 不管是在游戏啊 或者是情感啊 或者是各个不同的成瘾的状态呢 可以更加的方便和清楚哦 那当然呢 这个过程当中 就要透过了大家的学习来做达成了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 来做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还有脸书粉丝团 同时我们在手机当中 也帮大家建制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也会有非常多的不同内容 欢迎大家多加使用 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实际 参与了我们抄码相关的活动的话 大家也不妨 从我们的圆满人生精英会 开始着手练习起 那我们在精英会当中 会一同来导读分享到的 就是太阳升德导师 所出版的著作 那也会有读者 学员们 彼此分享的一个时间 在当中呢 就会一起探索人生 让我们呢 可以理清更多自我的一个关系 那欢迎大家呢 也可以来参加我们 在全世界各地的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 不过呢 因为我们精英会的时间 地点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了官方网站 或者是APP当中 来询问客服人员 就可以找到大家 最适合参加精英会的时间 还有地点 或者大家有任何 对于超级生命密码 或者是圆满人生精英会 相关的议题 都欢迎大家 可以拨打电话 来做询问 台北的电话 是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 是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 透过了学习 更加的了解自己 让我们在人生的一个道路上面 可以更加理清我们自己 现实和虚拟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如何去做这个平衡了 所以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就再次感恩太阳声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谢谢您 谢谢梓蓉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太阳声德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还有建言 在每一次主题 不同的分享当中 都可以有新的收获 用着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一些想法 让我们能打好基础之后 在面对事情上面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 游刃有余来解决 处理这些的问题 和疑难杂症 也欢迎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先前所有的节目内容 我们都放在 Podcast播客的节目上 也欢迎大家 可以在Podcast当中 来搜寻 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 我们先前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大家也可以 透过了广播 一起来做学习 一起来做分享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最后一首的歌曲 送上的是来自太阳声的道师 所作词作曲的 《人生几何》 在好听的音乐之后 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 我们在下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FM04.1正升台北调平台的频道 我们空中再会咯 拜拜 白花岁好终究像立歌 人生精彩总还会勇格 千山万水情人生几何 要喜马入梦谈如何 看懂了就会把握每一刻 生饭皆如意人生几何 心主作我见小准则 夜深人今世知如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人生是难得归真了 切莫长热气四味有着 内心盘酸结弄解架 叹笑风声中心可曾 花开花斜剑真正聚合 有时相互使人生几何 人生几何 人生几何 人生是难道归真了 切莫长热气四味有着 内心盘酸结弄解架 叹笑风声中心可曾 叹笑风声中心可曾 才会受使用 艺末也不够弄解架 想不够惊计划 我们偏见熟静 你 对